世界上最屌的裁判是如何吹罚世界杯的 在裁判这个职位上有一个顶着光头 眼神像是鹰眼的男人 却让所有球员都不寒而栗 他就是科里纳 但是长成这个样子全一场意外 26岁的科里纳患上了怪病 缺取了一个月的高烧 虽然捡回了一条命 但是从此没有了头发和眉毛 这并没有让他因为形象而自卑 反倒是这样的形象让球场球员不敢造次 但是一个裁判最应该让人信服的 就应该是吹罚的精准度了 在一次欧锦赛上 进区内光头科里纳判罚了一点球 这个吹罚让所有人开始质疑 因为各个方向的转播镜头都没能找到犯规点 但是当球门后的摄影机回放时 所有人才看到一个隐蔽的拉人动作 证明了科里纳没有吹罚错误 在没有VAR辅助裁判的时代 他用自己的判断力征服了所有球队 而真正让人感动的 还是他那严肃又具有温度的时刻 在冠军联赛决赛中 红摩在捕食前三分钟打入两个进球 如愿以偿地捧起了奖杯 而失去了冠军的半人球员 全部跪倒在地痛哭流涕 身为主裁的科里纳 一一走到球员身边 将他们扶了起来 正是这温情的一幕 也感动了所有半人球迷 甚至让他得到了贝克汉姆的尊重 贝克汉姆赛后 甚至主动跟这位主裁交换了球衣 然而英明一世的科里纳 却没想到自己也会因勾翻船 连续六次获得世界最佳裁判 却因一场代言彻底无缘世界杯 02年韩日世界杯 充满着黑哨色彩的一届世界杯 也让世界杯裁判遭到猛烈的质疑 而在英格兰对阵阿根廷比赛中 因为两队的恩怨纠纷 和此前观众对黑哨的抨击 甚至导致没人敢去当助裁判 于是科里纳就自告奋勇 出任了这局比赛的主裁 之后到了决赛 科里纳用她的专业水准 见证了巴西捧起了第五次世界杯冠军 有了02年世界杯的吹发后 从此她的红黄牌也成为了权位 从1998年开始到2003年 科里纳连续六次获得世界最佳裁判奖 但是到了06年世界杯 她却因为一次代言 导致翻车没能参加世界杯吹发 当时的科里纳跟一个汽车品牌签署了合作 并且广告片都已经做好了 但是这个汽车品牌的赞助方 是一甲球队AC米兰 要知道裁判因为要公正 最忌讳输钱了 为了自己的一世英明 科里纳只能当场宣布退役 28年的裁判生涯就到这结束了 在06年已经45岁的科里纳 意大利足协为了让她上场吹发世界杯 提前将裁判的退役年龄推迟了一年 改为了46岁 却依旧没能阻挡她错过这次世界杯 如今身为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的主席 科里纳看到本届世界杯裁判的种种表现 不知道她是否后悔退役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